黄院长好 萨老师好 我叫赵雨洋 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名在读博士生 主要做的是大豆分子育种 好 你是代表镰刀的 是的 那么一提到农业 大家都知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有了好多种子 国家的粮食安全才更有保障 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 袁隆平爷爷带领农业科学家们 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 将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的国家 但是在那个年代 即便我们有了杂交水稻 也并不能够完全解决 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但是我们并且 我们的观伏 民族的 是对世界的 我们党始终主张合作 而不是对抗 我们始终主张开放 而不是封闭 我们始终互利共赢 而不是零和博弈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中国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巨大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为人类做出贡献 始终是我们党的一个奋斗目标 谢谢黄院长 谢谢大老师